疫情也冲击到了国内的观光和百货业绩 现在更惊传精品百货业者维峰集团将大幅裁员三成 这可能也是国内百货业开出裁剪人力的第一枪 如果以目前维峰集团的千位员工来计算 推估将有两三百位的员工会受到影响 对此维峰集团回应 他们是依照历年度进行内部人力的组织调整 目前集团和新式业体都还在拓展中 期盼可以招募更专精人才 但对比上个月维峰集团半尾牙石 当时董事长廖振翰还为所有同仁打出了120分 声称全台石电业绩达标305亿 如今却惊传裁员也引起了员工议论 而北市劳工局则表示 目前还没有接到维峰集团的裁员通报 1月初维峰集团举办年终尾牙 请来知名艺人开创 还行开超过百桌 不料事隔才一个月 维峰集团却惊传将大幅裁员进三成 让底下员工议论纷纷 我对他们是120分的满意 我们今年是从2.5开始起跳 那最高有到7左右 当时董事长廖振翰在受访时 对于旗下员工的表现 更满意的打出120分 而迈入第19年的维峰集团 在全台共有10家店都集中在台北市区 年营收从2018年的220亿元 攀升到2019年的305亿元 维峰集团营收量也近五六年来 也在北市迅速拓点 不过也因为北市租金高居不下 廖振翰甚至在年初的尾牙上也说 2020会是体质调整的一年 尤其降低成本是第一要务 如今今报裁员消息 维峰集团也回应 指出公司是依照另年度进行内部人力组织调整 目前集团和新事业体都在持续拓展 期盼能招募更专业专精的人才 而北市劳动局则表示 目前没接到微风集团的裁员通报 没有相关的之前通报的一个状况 大量解雇劳工的话 其实可能会有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规定 要有劳志会公会这边的一个协商的程序 老王局还在了解只是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到国内的观光和百货业绩 现在微风集团更宣告精简人力 这恐怕也是国内百货业开出裁剪人力的底墙 记者总报道